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上個星期 國務卿蓬佩奧使出了兩項絕招 分別宣布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夫特 將會在今個星期到訪台灣三天 以及美國要撤銷過去幾十年以來 對於美台官員交流的自我限制 蓬佩奧在聲明當中還特別提及到 說不會再以美國的政策討好北京政權 顯然地蓬佩奧使出的這兩項絕招 刺中了大陸政權的痛處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 以及環時的老總胡錫進 先後對蓬佩奧所使出的絕招 作出猛烈的還擊 接下來我們會講一下 到底美國國務院如何譏諷 這個環球時報是神經質的 以及拜登的過渡團隊 竟然腳軟起來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一起先看看 到底環球時報有什麼東西 他們那篇社評的標題就是 蓬佩奧或讓台灣當局的日子倒計時 即是台灣政權正在倒數 實情倒數自從1949年 自從蔣介石政權 播遷到台灣開始 大陸方面已經幫人倒數 誰知一直倒數的時候 數到今天都已經2021年了 民國的百年老店的招牌 已經有110年了 歷史悠久了 胡錫進又說幫人倒數 哈哈哈 你數到多久呢 是真的 好了 只是看看他有一個精華重點 就是這一篇環時社評 他就說 美方已經宣佈了現任駐聯大使克拉夫特 本州訪問台灣 不能排除這是蓬佩奧團隊對北京反應的測試 現在已經試了出來 北京就需要向美方發出他們必須要懸崖勒馬的強烈信號 要讓美方和台灣民進黨當局都清楚 如果他們膽敢給蓬佩奧 在任期結束之前席 訪台上演的話 北京的反應 將會是排山倒海式 什麼排山倒海 他說到時解放軍的戰機 將會第一時間飛臨台灣的上空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宣示中國 對台灣島的主權 如果台美方面膽敢做出一些過激反應 可能會觸發戰爭 我們將會為配合蓬佩奧表演 最後瘋狂的台灣當局 予以根本性的懲罰 他就說這些 其實大家都知道 蓬佩奧在最後一個星期到訪台灣的機會 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現在環時作出這個警告 蓬佩奧說要蓬佩奧訪台 他們才會將戰機飛去台灣 門檻其實是很高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也不會去的 說這些東西出來 無非就是一個擺下姿態 現在他也派出了克拉夫特訪台 你說跟蓬佩奧相差多遠呢 克拉夫特的街位都不頑皮 剛剛 駐聯大使 而且是自從 台灣退出了聯合國之後 第一個現任的駐聯大使 訪問台灣 這就極具象徵意義了 因為台灣現在已經不是聯合國的成員 但是美國的駐聯大使去到訪三天 反而這件事又不用派出戰機 蓬佩奧去才要派出戰機 那就是不派 難怪有些大陸網民 會在胡錫進的微博上 不斷揶揄他 我們又看看到底胡錫進的微博怎麼說 這次很短的 只有一句 他說老虎想說的就是 1月20號之前的最後10天 就是中國大陸 給台獨勢力一個沉痛教訓的難民 難得窗口期 也都是我們在台海鬥爭中 塑造新的戰略槓桿的 寶貴窗口期 他就說到這10天是所謂的窗口期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都會記得 在去年的10月左右 日本有一份的媒體 叫做直刊富士 他們就曾經預告過 武統台灣的兩個熱門日子 第一個日子就是 11月3號美國大選那個禮拜 這個日子就已經落空了 至於第二個日子 就是1月20號那個禮拜 當時 直刊富士就說 因為這個禮拜 大家都忙於所謂的交接程序 所以 美國方面 就無瑕顧及台灣的議題 究竟 是不是 不是禮珍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也是極微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也定了一個 底線 只要蓬佩奧不到訪台灣 他就不會出戰機 你現在克拉夫特去 他也沒有說出 但是之前大家記得 大陸也有警告過 美國就不能夠 再派出高級的官員 以官式的身份 到訪台灣 加鎮市這個駐聯大使 其實就是 叫做很 Tricky 很吊詭 為什麼呢 他其實不是一個官員 他是駐聯大使 但是他的街位 老實說很高 他不是貌壽 但是他已經是 將會到訪台灣 成為一個客觀事實 但是你看到大陸方面 似乎都是 有少許束手無策 他就只能夠 通過發微博 這樣的形式 來反擊 當然今天中國外交部 都已經是作出了一個反擊 但是 你看一下胡錫進的微博 其實最精彩的 應該是下面的留言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下面的留言 很過癮 有人就說 胡總一直說 將會激起千層浪 如果不是有關部門 授意的話 你肯定就是網家揣測 為自己面上貼金 哈哈哈哈 另一個人就說 老胡理想就很豐滿 現實就很骨感 哈哈 再來一個網民 怎麼說呢 他就說你究竟什麼意思 你準備著什麼 你都說出來了 就是搞不到突襲的了 或是純粹在這裡嚇一下對岸 還有一個就說 老胡你這次說得對 很對 說得 但是請放心 沒有人會去做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根本上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網民 都已經是 一清二楚 你在這裡說這些東西 是不是 所以 看老胡的發言 都不是最好笑的 最好笑的就是 看他下面的留言 有些甚至乎是胡叼盤都有 大陸人來的 簡體字 那就是證明得到 你這個胡錫進在大陸的姓網 都是 差不多了 真的 今天我看到 蔡英文在Facebook上宣佈了 今天就是新版護照正式發行的日子 封面上大大隻英文字寫著台灣 他反而中華民國的英文縮得很小 圍著清天白日的徽章 來到他寫的 縮得很小 基本上你控制得很近才看得清 當然他中文字就照寫中華民國 英文就是台灣 這些肯定又是 會刺激到大陸的神經 暫時未見到大陸有回應 就著這件事 好了 講講美國國務院方面的回應 別人怎樣說 國務院發言人 回應 說環球時報搞錯了情況 蓬佩奧在第一個任期之內 最後一個到訪的地點 是歐洲 而不是台灣 蓬佩奧根本上沒有計劃訪問台灣 已經說了 又說要怎樣戰機 其實是用不著的 因為人家不會去 所以你的門檻是很高的 基本上 製造一個 沒有可能發生的條件 出來 說會 怎樣怎樣 你都不出現 這件事 只是說 國務院發言人 歐塔加斯 強調 台灣 擁有著成功的市場經濟 也是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 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 美國就會持續穩健的支持台灣 而這位發言人也呼籲 中共要以負責任的方式做事 不要盡信官媒刊登的謊言 他說這些就有多少神經質的外交手法 是沒有必要的 亦都相當危險 就是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回應 好了 至於拜登的過渡團隊又怎樣回應呢 有媒體問過他們 這個拜登的過渡團隊就以電郵回覆記者 他就說 拜登將會致力於落實台灣關係法 和一個中國政策 持續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那就是一中政策 大家記得 民主黨在去年開這個黨大會的時候 曾經把一中原則 從黨綱裡面刪除了 當時我就已經 作出了一個評論 就說他從黨綱裡面刪除 並不代表什麼 現在他又說要堅持一中原則 其實就等同於將那個時針回撥到2008年 就是回復歐巴馬時期的對華路線 所以如果拜登上台 就是歐巴馬2.0 而且會被歐巴馬清出於男友 沒有過之而無不及 壞的東西他就會更加壞 好的東西都沒有什麼了 所以就不用說 所以真的是 有些人就說 兩黨共識 怎麼兩黨共識 他現在還沒上台就已經腳軟了 更何況 民主黨已經立了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控制權 不用兩黨共識 你都不用把共和黨放在眼內 你只是看民主黨頭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那些人又不說兩黨共識 又在說那些吹捧拜登的說話 你說什麼國際 是不是先收檔 你根本上幫不了香港人發聲 有一個最離譜的 就是黃耀明 不過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再說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